你认识受款人吗 你认识受款人吗 为什么多钱的目的是什么 公交一料五 高手 我被诈骗了吗 竟然在银行业关怀提问下失败 我不甘心 配合银行关怀提问 共同房子金融诈骗 您现在收看的是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全国的庙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即时节盘节目 来到你我香味30分钟的一个时间 面对台股今天来到波段新高 林底的一个座帐行情 还不晓得如何掌握的 把每天这一点钟即时节盘 节目看完 对你的插座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台股今天指数最高来到9278 本波段的短波高 那这一根长的高点是9296 9278大概差了20点左右 那这几天的一个大盘怎样表现还不错 那昨天因为是摩根的一个权重调整 所以尾盘稍微扩增一下 昨天是1000亿 所以扣掉尾盘那一个应该也是有700多亿 所以从礼拜到今天礼拜四 大盘的一个量还不错 你看看 礼拜714亿 礼拜748亿 昨天1000亿 今天目前600多亿 预贵量加100多亿 所以也有700亿 所以 这个盘 怎样700亿 800亿 对未来指数的推升空间 会比较顺利 那如果量能又收到600亿 或是500亿 那就会整理的时间会比较久 那不过目前的一个量价结构 这礼拜四天的均量超过700亿 还蛮健康的 还蛮健康的 也就是说这个盘 其实它给你布局第四季年底 做这样行情的一个机会还蛮多的 因为它走的比较慢 那台股因为以前很多政策的影响 那目前的均量都没有超过1000亿 所以这已经变成常态量了 那既然变成常态量 你就要有所因应嘛 你就不要想说 什么以前 没有量 所以大盘量加倍 所以要崩跌 很多做公论分析 就是因为看到大盘没有量 想做空 但是你可以看到到 如果你从7600 做空到9400 你很多资金早就被断头了 种子有这边的回档 这边你就被嘎死了嘛 你的资金 做空用9成的保证金 如果你被嘎上去 嘎到断头 你一毛钱都拿不回来啊 你怎么可能赚到这一波的钱 对不对 然后呢 从4月份这边上去啊 都在嘎空嘛 那嘎空的过程当然都有回档啊 但只要嘎上去断头了 这边你就赚不到了嘛 嘎上去断头了 回档你也赚不到啊 所以趋势的一个架构 其实台股的一个走势 是涨势嘛 涨势做多当然比较 比较划算 比较有胜算啊 难道要做空吗 有没有 每天哪有可能 每天空空空空 空到最高点 然后空那一档股票 最高点是他们空的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你要认清楚盘的一个架构 这盘做多当然比较有胜算啊 亲爱的同名啊 你自己看一下 指数不是从今天多年初7600 涨到最高9399 不是涨得快1800点吗 顺势操作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 那台股的架构 虽然成样不是那么漂亮 没有超过1000亿 但它还是轻轻涨啊 指数它走的比较慢而已啊 走的比较慢 容易又空嘎空啊 但是因为走的比较慢 所以对接下来这个月的一个作战行情 你比较有机会啊 不然像美国盘 每天在去 对 每天在涨啊 你看 道琼昨天 还穿上历史新高的 看回不回啊 真的看回不回啊 这根藏红是我告诉你 道琼会往上走高的一个过程嘛 所以你可以去看那一天的一个节目带 应该是11月7号左右啦 好 当时候 我怎么告诉你 道琼这根藏红 定江山啊 吃掉七根黑街棒嘛 结果呢 扶摇直上啊 对 扶摇直上啊 反应美国的景气真的不错 所以终于要升息了 趕快升息 我之前就说趕快升息 不要让他们托你带水 股票市场最怕是不确定的因素嘛 所以既然景气好转 就升息啊 那景气好转的力道如果可以 超过那个升息的一个 货币紧缩的一个效果 那盘还是会涨啊 怎么会不涨 升息 升息盘就会跌吗 升息盘就会跌吗 升息台股有跌吗 也没有跌啊 今天还来到波段新高耶 可不是 所以 我们给你选择的个股 基本面都很强 就因为要选择基本面很强的 法人才会坐账 公司派才会拉抬 金融老师才会带领你领先 法人领先公司派先卡位嘛 其实还有特定的买盘 大户的资金也要坐账啊 你相信我 越接近 越底坐账的一个速度 脚步会越快 今天这档先进光 早盘创新高 目前押回到平盘 有没有 创新高很好看嘛 对不对 那重点是 我是在他跌停板 看好他未来走势啊 我是在他跌停板 那一天开始 看好他未来走势啊 你现在看先进光是长势 没有错啊 但是 当时候十一月初啊 你会看好他吗 当天 长黑跌停板耶 二十二点六耶 你怕就死了 哪有可能要先进光 你有没有办法看到未来嘛 所以先进光十一月二号 跌停板我告诉你要早买一点啦 为什么 基本面很强啊 九月营收新高嘛 成长四十二趴嘛 那跌停板看到新天亮 当天高点二十五块半会不会过 所以从基本面跟量价的一个分析 既然有机会过高 那刹下来基本面又很强 你要不要跟我买 隔天三号跌五缩小卡位 十一月三号的先进光 买在二十二块半啊 有没有逢低成接啊 我说亮仙价型的概念嘛 十一月二号出现八千多张的新天亮嘛 所以一定会走高嘛 所以当它隔天杀下来了 跌五缩小了 就赶快逢低成接啊 二十二点五买嘛 逢低买啊 你敢不敢这样的操作 跌的时候买股票 嗯 你会不会 我做给你看啊 什么是减便宜 什么是逢低成接 什么是低风景的操作 十一月三号的先进光 买在二十二点五啊 那买完之后 他整理了两个礼拜 才跳功涨停耶 我让会员多等了两个礼拜没有错啊 但是这个等待有价值啊 亲爱的朋友 十一月二十五号 终于亮灯所涨停了 恭喜我们的会员嘛 等待是有价值的 那普通会员的股票啊 普通会员的股票不能涨涨停 买在这个位置 对 那下来我告诉会员 空手者当然还是可以买啊 但是我们上车的一个时间也是在这边嘛 我不会告诉你说买最低啦 不需要 所以你看现金光 十一月营收有没有继续成长 成长38%啊 就是因为基本面我看好 那第四季的作战行情有它的份啊 所以呢 买完之后整天两个礼拜 十一月二十号跳功涨停啊 漂亮啦 十一月二十号再一根涨停板啊 买在这个位置的 两根涨停板 复利的效果一定超过二十几%啦 所以你掰现金光再现天亮嘛 一万六千多张 这边八千多张嘛 那一万六千多张 那再现天亮 我刚刚给你分析一个量价结构 一量价型 量价不会同时倒点概念 它当然还有高点啊 所以二七点三需要卖吗 当然不用卖啊 看到掌停板就想卖喔 那你少赚了一二十%欸 是不是 所以整个现金光 我刚刚呢在分析它的好的时候 当年高点是二十五块半嘛 新天亮啊 所以二十五块半会过嘛 这礼拜二七点三啊 过啦 过了看到新天亮要卖吗 当然不用几次卖 所以礼拜二的一个现金光 有没有再创新高 二八点五嘛 没有做吧 礼拜掌停板二七点三嘛 礼拜二八点五嘛 创新高啊 今天的现金光有没有更高点 来到二十九块半啊 那今天现金光你剩下几张 目前是一万张啊 那这个量价结构 会告诉你今天的现金光要不要卖 那我会有没有卖 现在怎么样 十一点三三分 现金光再创高 大家都看到了嘛 我看到量价不对称啊 量价不对称啊 量价不对称 二八点六以上卖 十一点三十三分 现在现金光的股价位置二八点七五 你自己对时对价 我今天逢高站在卖方 这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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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卖啊 随便都有二八点六以上那里卖 保证一定卖得掉啊 亲爱的朋友去问一下我们普通位 我是不是带他卖在二八点六以上 哪啊 我如果我没有带普通会卖在这个位置 我下台一鞠躬啊 我已经跟你讲过啊 这是普惠的股票啊 我会告诉你说 这什么金钻哦 好顶级的哦 是吗 是這樣子嗎 上禮拜我漲停嗎 我就告訴你 這是普通會的持股 但是 禮拜是不是 虛攻漲停 出現一萬六千多張新天亮嘛 當然還有高點啊 所以禮拜二 創新高28.5 今天量價不對稱 就賣 我喜歡在一檔股票 創新高的時候 量價不對稱 告訴我們算在賣方 跌的時候我會買 漲的時候我會賣啊 這是我的一個操作 至於 先進光的一個量價 不對稱的一個 含義 我在下禮拜六 禮拜天的技術班 我會告訴你 那個答案 下禮拜六 禮拜天的技術班 你重要是要來 學我的一個操盤心吧 看盤技巧 那個賣股票的一個精華 就是下禮拜六 禮拜天技術班 最重要的一門小吻 你只要學到 會如何賣股票 相信未來股票市場上 你可以無往不利啊 今天的一個先進光 28.6以上 我帶普通會全數的賣掉啊 量價不對稱啊 11點33分啊 當中交易是不是在28.75 是不是很好賣 是不是從容不破的下車 這邊呢 很好賣 賣完 你看經過 快兩個鐘頭才打到平盤啊 絕對賣得掉的嘛 所以呢 這樣上去 這邊到這邊 有沒有三成你繼續算 我怎麼進的 我怎麼出的 夠清楚了吧 這樣有沒有三成以上的空間 嗯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啊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啊 沒有錯啊 因為當時台股急殺 這一天274點啊 每一檔股票也會中錯啊 啊問題是 問題是你是在從9399做空下來的嗎 還是你從7000、8000點做空上去的 你從低檔做空上來的 你的資金早就沒有了 被軋空斷頭了啊 後面縱使有跌了兩三百點 跟你沒有關係嘛 做股票怎麼可能 一檔股票從低檔一直都空空到最高點 那空到最高點那個算 算做空賺錢的 不可能的事情嘛 我們給你的是真實的績效 我們給你的操作是順勢趨勢 對 低檔買高檔出啊 對 今天的一個先進光這樣夠清楚了吧 28.6的賣點讓你知道啊 對 剛剛說上車的位置 幾號 11月3號啊 我不用跟你說買最低啊 看到沒有 這邊啊 這邊下來當然有告訴我你可以買啊 一定是這樣子嘛 我沒有賣掉啊 那有更低點 基本面好 看好它未來走勢會過高 當然要買啊 所以我就算這一筆單就好了啊 從22.5買進的 到今天28.6賣出的 賺了多少錢你繼續算嘛 所以 整個一個操作的一個流程性 我們真實的產線 就是希望同秒下一檔個股 你同步來進出 你所得到了 欸 先進光耶 不到一個月 有三成耶 另外呢 1569的冰磚啊 一個月的時間耶 五成耶 這個座座行情 你更對的 一定可以產生一個資產倍數的一個效果 至於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地震了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引步 三 穩住抓住桌腳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蔡老師2016年度技術班開課了 二十年經驗操盤心法傳授 獨門學招大公開 讓您精準掌握每一檔強勢機油股的買賣點 12月10號星期六在高雄 12月11號今天在台北 這位有限請盡早預約報名 一個不達報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認可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師 2016年度技術班開課了 二十年經驗操盤心法傳授 獨門學招大公開 讓您精準掌握每一檔強勢機油股的買賣點 12月10號星期六在高雄 12月11號今天在台北 這位有限請盡早預約報名 一個不達報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和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氣密窗 中文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第二階段時間馬上開始 來看一下盤有沒有太大變化 目前指數漲18點 成樣657億 預貨量當然會超過700億 所以這禮拜大盤四天的金量都有700億 還不錯啦 還不錯 那只要它拉回修正整理 量又收到五六百億 那就還蠻OK 蠻健康的 上漲要有量嘛 下跌要沒有量嘛 這樣比較屬於多方式 那盤四的一個脈絡 現在 今天12月1號 剩一個月 年底做這樣行情 就要結束了 那這個行情當然不是說 只漲到12月底就結束了 不可能啦 明年度的元月的一個資金效應行情 你會看得到 那過完農曆年之後 還有一個紅包資金行情 這是延續性 所以我們帶領操作 當然不會只做這一個月啦 只做這個月比較好賺啦 這個月真的比較好賺啊 新金光有沒有三成 今天利用它創新高啊 量價不對稱 28.6米啊 11點33分啊 33.6的新金光 這邊啊 這邊點了嗎 還沒耶 漲耶 啊漲耶 我當然沒有賣到最高點啊 但我知道量價不對稱 該賣就賣啊 這邊很好賣 這樣怎麼講 你千萬不要說 今天29塊半沒有賣到 所以這邊不要賣 不要常常犯這樣的毛病 最高點不會是你賣的嘛 最高點一定是股價跌下 你才知道那是最高點嘛 所以在最高的量下你怎麼可能賣 你只要賣在一個相對高點 就是高明的贏家啊 就是高手的一個操作啊 所以清金光28.6米啊 你沒有跟著賣打到平盤啊 這樣就差了好幾% 至少差了半根停盤以上嘛 那什麼時候買 11月2號啊 對 跌停盤的時候高手要早買一點的 當作跌到22.6耶 當你看到它基本面 你看到這種新天亮 可不買 隔天3號碟5縮小就買啊 買在2.5啊 逢第一層接啊 11月3號 有沒有 11天啊 對 買 這邊下來當然還是高速員可以買嘛 是 然後結果呢 漲到今天創新高啊 千人都沒有 怎麼進的怎麼出的 很清楚吧 夠清楚吧 所以22.5買 今天28.6賣啊 有水嗎 普通會員的直股耶 我真的跟妳說說 說這什麼金鑽啊 我是頂級的喔 無需要吧 所以我們要帶給妳的是一檔股票 真正的完整操作流程 那才是真實的績效啊 我現在不喜歡 那事後放泡 事後看讀說故事 好像很厲害的 買到最低點賣到最高點喔 告訴我這件事 相對低檔卡位 相對高檔拔檔 賺取中間那一大段 就好了嘛 做股票就是賺 最好賺那一段 就夠了 是不是 我是會待會員賣股票的分析師 今天冰 不是冰川 冰川禮拜一就賣了 今天是把現金光賣 禮拜一冰川 該賣也賣啊 常一吞是大物籌碼鬆動嘛 禮拜一的冰川 談到平盤3.3賣嘛 當天賣完 是對的喔 我因為當天尾盤殺到3.5嘛 差了4.5%嘛 所以禮拜賣在3.3 OK啊 52%落袋 剛好一個月 怎麼進的怎麼出的 投票應該很清楚吧 所以冰川 52% 對 最近高之代整理 就讓他整理啊 如果有上去 那當然恭喜啊 恭喜我選的股票 真的基本面很棒 那市場上追入買盤 還蠻踴躍的嘛 所以我賣掉之後 不見得馬上會下來啊 但是賺這一段 我認為夠了啦 52%啊 對不對 就這樣子啊 那神盾也是一樣 禮拜 285賣啊 買在226的 可以賺59塊錢啊 11月3號嘛 226到285 59嘛 那上禮拜 25更多買的 到285賣 也有40塊錢啊 是不是 相對高點賣啊 我雖然沒有賣在上禮拜的296嘛 那285賣啊 這樣40塊錢 59塊錢也不錯啊 禮拜的賣點啊 是不是 285賣啊 就賣啊 那這一檔算是賣得還不錯喔 今天升278.5嘛 賣在禮拜一啊 那下來 再做接回的打算嘛 因為中追那一段 真的還蠻好賺的啊 神盾指紋辨識系統啊 基本面還不錯 最早快樂 這一個領域的就是他啊 所以之前你看節目的 應該都有賺啦 神盾 因為他趨勢架構 是往上的嘛 所以做多是比較好賺 你不要跟我說 做空一檔股票 那空到最高點 你空 這邊是你的喔 早就被嘎死了嘛 是不是 所以 不要 吃人說夢話 那你要尊重趨勢 這盤的一個架構 在美國盤的帶動之下 其實它是一漲難跌啊 美國盤是領頭養啊 國際股市 道瓊昨天在創立以新高啊 那創立以新高 昨天有賣壓嘛 所以道瓊大概也會 開始做一個整理啦 高支帶整理 那高支帶整理 那對你佈局的一個人來講 你比較有時間嘛 不然從這邊 就直接拉上去了 你這邊沒有買 一直看一看看看 真的沒時間啦 所以台股也還不錯啊 它是慢慢漲啊 漲了一小段就有整理嘛 漲了一小段會整理嘛 那整理一個架構 選擇強勢性肌肉股來跟我佈局 你會得到非常棒的利潤嘛 對 那個 現金光 一個月 有沒有三成 那 冰川呢 一個月有沒有五成 那這一檔 一到十月 你說根據你比較多成長的肌肉股 我在十一月十一號提供給你要上車啊 沒有跌破當天長黑的一個低點嘛 聯軍啊 十一月十一號 三四五零的聯軍 十一月十一號在這裡啦 這一天嘛對不對 沒有跌破 那個禮拜三的一個低點嘛 就是川普當選那一天的低點嘛 我說過啊 沒有跌破那一天的低點 基本上才算強勢嘛 然後因為聯軍 今年度的一到十月份的時候 根據你比較多成長嘛 所以十一月十一號 開始買啊 十一月十四號的聯軍 有沒有上去 隔天就紅黑棒啊 沒有錯吧 我把他未來走勢 畫給你看啊 十一月十七號的聯軍 是不是上去的 我已經規劃給你看了啊 畫給你看了啊 你按照我的藍圖 建立基本持股 該加碼我會帶你加碼啊 十一月十五號 有沒有過前波高 聯軍啊 沒有錯吧 這之前規劃的 一檔股票的一個走勢嘛 所以從當時的低檔區 這個位置 十一月十一號 當時候最低是105啊 今天已經121.5 創下波段新高啊 同樣 我難道沒有事先畫給你看嗎 從11月11號 帶你買聯軍之後 走勢是如此的明確啊 一步一腳印 所帶給你也是 破斷行情跟利潤嘛 今天聯軍 創下波段新高 Bingo 強勢性的歌 我希望你第一個時間跟我來卡位 跟我來佈局 年底的最後一個月的做勢行情 一定讓你非常滿意的績效 不是只有做這一個月的行情啊 明年度的一月份 元月效應耶 元月效應完之後 還有農曆年的紅包資金行情耶 所以這幾個月的操作難度會比較低 獲勝獲利的速度跟距離也會比較快 你真的要務必把握一下 那如果你對欣賞老師那個超滿心法 那個獨門絕招 要怎麼學會買一檔股票 賣出一檔股票 你有興趣 你有意願要學功夫的 下禮拜六六 認了一個技術班 也歡迎你預約報名 台北高雄各一場 現場座位有限 盡速跟我們助理做個聯繫 明天見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盡工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蔡老師2016年度技術班開課了 20年經驗操盤心法傳授 獨門絕招大公開 讓您精準掌握每一檔 強勢機油股的買賣點 12月10號星期六在高雄 12月11號今天在台北 這位有限請盡早預約報名 一個不達報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師2016年度技術班開課了 20年經驗操盤心法傳授 獨門絕招大公開 讓您精準掌握每一檔 強勢機油股的買賣點 12月10號星期六在高雄 12月11號今天在台北 這位有限請盡早預約報名 一個不達報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有Bug 我不玩了啦 你點數還很多 可以退嗎 可以 Bug嗎 只要你沒有違反遊戲規定 就可以隨時解約 並要求業者退還未使用的儲值費用 又來我才剛買點數 這也可以申請